体育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 叮叮叮叮 起床啦 锻炼啦 是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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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出场的两支队伍 已给观众评委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我觉得很炫 灵动舞团的道具多样化运用 炫舞东方的中国风演绎 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将要出场的北京金蝴蝶 和西安美肚 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风格的道具舞呢 在这个道具舞的比赛当中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金碧辉煌的金翅膀 但是呢在中国这个舞台上 第一个来演绎金翅膀舞蹈的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即将登场的 这些代表队当中的灵魂人物 他们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 派出了小朋友来出马 这种欣欣向荣 素皮舞的未来的场景呢 让我们现场的几位评委 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欣喜 所以他们拿到了很高的分数 今天呢 侯亮老师要带领他的金蝴蝶舞团啊 亲自出马 来这里演绎一下 卡西姆当中的金翅膀舞 应该是怎么跳的 让我们掌声欢迎 鼓动新生 鼓动生命 irritated 你挺小朋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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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其实呢在上一轮的比赛中呢我们看到了您未来的希望就是也知道您这些年一直都在忙着小朋友的教育了看到了出见成果 这一轮呢在道具舞当中呢您算是拿出了勘扎本领啊经典的一个演技 那那就是说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因为就是说台上的几位老师一直也关注了您这几年的这个进步 然后呢他们会说我们要与时俱进会有一些想这个新的变化 那么您这套舞跟以前演绎的时候有什么不同跟我们讲一讲 是 以前我这个舞蹈是独舞 现在呢加进了学生的这个这个小的金翅膀舞进来了 有一些就是由独舞变成了群舞 这是第一 第二呢出发一个就是都市女性 扔掉烦恼和压力 舞出自己的最好的感觉吧 好的好的 赋予了这个传统这个经典舞蹈的一些新的含义啊增加了故事的呃桥段在里面 那么这样的表现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评委老师 下面来听一下台上三位嘉宾的点读 其实这个金翅膀一开始真的是有个故事 你一出来我就感觉到了 还有整个舞蹈的编排很有创意 我眼光其实就一直在关注到你了 嗯 整一个基本功特别加实 包括你的几十个旋转 然后扔掉金翅以后的整个阿拉贝斯 这一个步法能够把一个女性解放的 用阿拉贝斯这个步法表现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创新点 几位伴舞我要提一点要求救星 你们拿翅膀的时候还是 我还是觉得因为有个方位 要不你就直起来 要不就打开 要不就放下 或者是起来 总之你的上升一定是要有个挺拔的体态 然后拿着翅膀的时候 你要感觉是自己长了翅膀 飞起来的感觉 不要感觉道具是你的包袱 而是它会给你更多的能量 它跟我们是合二为一 合为一体的 还有就是结尾太仓促了 音乐 这个其实如果再放在一个专业舞者身上来说是一个大忌 我们一定要开头结尾一定要有始有终的 我今天只能给一块金牌 谢谢 温可欣老师 破简成蝶的故事也非常有创意 然后我的看法其实跟刚才李静老师说的是一样的 我也觉得稍微的旁边的伴舞的舞者有点略略的缺失欠失一些 其实他们也应该在多一些肚皮舞的动作 不光是灰金翅 比如刚才侯老师做了一个就是 踮脚 斗跨式西米 这个球球西米 踮脚 还要加骆驼的翻滚 起来演绎 这样的话这个舞蹈就更加的完美 不过还是要给你们这个舞团 金翅膀舞团 两金牌 好吗 好 谢谢 你们真的是一种 就很积极阳光的这种精神 状态特别好 我说真的前面这个老师 你的基本功非常好 每一个就是动作我都看得很入神 然后旁边的几位也是 虽然说咱们不是专业的 但是每一个就是手臂的动作 腿部的动作 还有心里 真的很认真的都是在去认真的去做的 咱们这个金翅舞 说多的话就是有点审美疲劳了 所以我更想看到是你 有创意的那一面 所以我今天保留一下两名金牌 好 这样的在这种评委打算当中的北京的金蝴蝶舞团 拿到了50分 评委的打算 其实我个人要向这个荷兰老师 我表达一下我的尊重 我觉得你非常的了不起 因为呢 你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其他的选手一起来比赛 而且还要带动你的学员一起来比赛 你实际上要放下很多的东西 是吧 心里上面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就是很了不起的 向你致敬 好了朋友们 如果呢 你们觉得这个北京金蝴蝶舞团 表现还不错的话 来请准备好你们打算 给我们现场60位的朋友 有资格每人投一票哦 好了 请按钮 节目最后 揭晓答案 谢谢 好了朋友们 我们这个杜皮舞的倒具舞的比赛 依然在进行 在上一轮 应该是特别热烈 特别欢快的古尔其风格演义里面 他们给大家吹进了一笔非常清新的风 是一大堆人啊 穿着平常的健身服就开始进行party了 把他们的现实生活和他们的这个舞台的表现 人为了一笔 今天这一上场 立马换了完全不同的队啊 反正他们已经抓住我了 你看看这到底是要跳肚皮舞 还是要唱京剧啊 让我们掌声欢迎西安美度 请不吝点赞 请向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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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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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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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时髦啊 穿的还是海浑山的啊 非常坏神的 那这样其实我就说呢 你们这个选手一上来啊 我就觉得他们的创意 包括音乐的那个整合 和那个两者之间的交融 我觉得那一点都特别契合 那我觉得你怎么有这么好的创意 你是从事什么专业编舞工作的 对我是专业者 从事舞蹈编排的一个工作 一个舞蹈编导 然后实际上是从小 我也是学习舞蹈 然后出生的 实际上这个创意是 那天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突然是我正在备课 给学生备课的同时 然后正在电视上面 正在播放《十面埋伏》 当时你们刚才听到音乐里边 也会出现这一首歌 然后我突然萌发了 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把《十面埋伏》 这个一段曲子也加进来了 好的 你接下来的时间呢 把镜头最终强 对 庭伟 其实什么多余的话都不用说了 因为我说的再多 我要把赞美的话 还要留给后面的两位评论老师说 导演有没有十块金牌呀 如果没有 那我只有给你们三块 非常非常的棒 谢谢老师 好 温可欣老师 我都已经出神了 因为这段舞蹈 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的震撼 刚才你们彩排的时候 我都是听闹 那种感动的莫名 就好像让 就是内心的感动 真的是那种舞蹈 我每次看到中国风 跟京剧的这种 还有肚脐舞的容后 我都觉得这个 一种强烈的震撼 所以说刚才我想问 这个舞蹈谁编的 然后主持人已经 把这个编舞拿上来了 然后我想问 这个音乐做的也很棒 音乐是谁做的呢 是吗 急于一半的 这样急于一身 不会吧 然后我又看到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觉得 肚脐舞的因素不是很多 都能有点单调 可是第二段solo了 又来一段 这个古典的solo 然后他们 居然加入了一些 京剧的 咱们中国古典的 这个首演身法 我觉得 哇 真的是太完美了 然后 刚才听说这个 这个编舞老师 他会编舞 那么应该也是会跳舞 我建议有个 小小的要求 希望能不能 现场 给我们大家 炫一段 让我们一包 平心准备 京剧呢 还是炫那个肚皮舞 队长他哪个怎么样 他哪个好 我们的总监是 石像全能 今天既然是 肚皮舞的比赛 他就炫肚皮舞吧 怎么样啊 替你做了决定 来 我们music 我既然是 好了 怎么样 很棒很炫 真的是 很棒 所以说 三块精彩 发生了一新的 李贝老师 你没白来 你看你来 爆棚了都 看看洪青老师 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真的是不知道说啥了 因为都说完了 所有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 编舞老师很棒 因为我们都是从事 我也是从事编舞工作的 所以特别理解你 就是每一次的上几场 都是特别用心 特细心 每一个细节 包括从头部 然后头发到胯部 以及到我们脚部 都是真的是 还有去做我们音乐 就真的 我觉得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很完美地把它完成 我祝贺你 三面金牌 没有理由不给你 好了 淡定 你看李贝老师 俱乐功马上淡定 我们现在拿到了满分 评委打分的满分 90分 今天这场的目前最高分 那么现场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也觉得不错的话 那还犹豫什么 准备好你们的打分期 我们有60位朋友 有机会来投票 看看能够拿到多少分 这是来自于西安的美度 旋舞团 321 请按钮 好的 我们节目最后来介绍 希望你们能够有好评论 北京金蝴蝶和西安美度 各用经典的演绎 惊艳的表现 被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我觉得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很完美地把它完成 剩下的两支队伍 又会演绎出怎样的道具舞呢 你又让我回到了埃及 非常非常纯粹的一支 埃及风的舞蹈 让我们共同期待